大家好 我是溫哥華的地產經紀Carrie 我在玩這個燈 我覺得它很漂亮 我一來到這個城市就被這盞燈吸引了 我覺得它令到這間房子很旺 現在突然變成買燈 好了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來看什麼 我們會看兩件事 首先會看一個在溫西 叫做Wesberry 是在Abutus區的城市 另外也會答應大家去Carrie Stale區看看 那裡也有另一個 concrete building的發展項目 我們先看看城市 這間城市屬於比較大的 是1800呎左右 三層 再加上有個屁股 它是今年落成的 整個屋苑只有8個屁股 現在掛牌出來就有2個 其他很多都入住了 發展商呢 其實是Graven 它是一個台灣的發展商 我們不如看看有什麼特別的事 可以說一下 首先比較眼見 它是用了3吋的包邊做這些桌面 感覺可能會比較大 包括Waterfall 這邊也是3吋包邊 桌面的材質是石英 這個椅子的尺寸也是比較長 擺到三張巴椅 下面這裡做了一個顯示櫃 這些都是包在裡面 你可以放一些裝飾品 它的廚房電器 全部都是用Gagano 蒸爐和焗爐下面 都是觸錶的 按一下就會出來 這兩個都是24吋的尺寸 可以打開來 它是金屬加上玻璃 所以整個門是很重的 所以Gagano 有很多的電器 都是用這些觸控的功能 就是拆開其實也挺重的 下面下面有儲物空間 好 這裡 OK 所有的櫃桶 我查過了 是這兩個沒有燈 這邊開始都有了 你看到其實它整個位 由這裡開始 都是包了的 都是3吋口 整個畫面 這隻 長壁是瓷磚 它做了整塊很大的瓷磚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由這裡開始 到下面 都是沒有縫的 這隻瓷磚 因為它大塊 所以它施工的難度 是比較高的 要不然它就很容易難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瓷磚是很薄一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層櫃面 都是包了一層瓷磚 在外面的 它的七頭煙機 還有那個爐頭 都是36吋寬的 大家可以看到嗎 OK 差不多了 我都有點熱了 我們看看這兩邊的儲物櫃 上面的頂櫃是沒有燈的 下面的櫃桶也有 其實它不是燈鍵 它按一下 這些電鍵是可以retrackable的 原因就是美觀 下面這些儲物櫃桶 已經做好了一些格子 這裡裡面也是 這裡有一些粒粒 方便你放不同尺寸的鍋 每一個櫃桶裡面 都有燈的 下層的櫃桶也是一樣 它也是做了很多燈的 有這些不同的木 幫你做不同的分隔 好了 除了右邊 這裡有繼續是櫃桶 上面一格櫃桶 下面是給你放洗衣機的 下面是垃圾桶 原來這裡洗碗的機 也是Gagano的 收發真的只是看過Bell Park 裡面可以有六盞LED在裡面 好 看完了 Gagano 好 晶盤下面 這個是假的 是拔不出來的 櫃桶在這裡 好了 然後這裡一樣都是Storage 這個裡面還有多一格 雪櫃呢 就是36吋的 也是Gagano 裡面有很多這些格子 都是金屬邊 這裡有一些玻璃 看的門 這一塊 還有這一格的格子 大部分其他雪櫃的版本 是膠 其實它很多都是金屬的 那重量就在這裡 這裡有個櫃桶 下面也有一格 看看下面的 冷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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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也是 那兩格櫃桶 都是金屬來的 好 是不是真的不可以按 對 可以的 按一下 哦 接著 然後它還會自己 氣 나오는 所以你不要擔心 就好像我家 leur的雪櫃 有時忘記了衣服 它就會像機械 distribution 涉 BO 好像歐洲車那些靛牌子 就是電球門 我要再試一次 真的不行嗎? 不,他只是開一邊 我覺得是這樣的 他可能只是拉這邊 因為這邊有一塊東西 他這邊的窗簾是會給你兩層 除了裡面這個白色的沙簾形式 他還有一個Black Oak Line 他都會配給你的 因為這間屋其實是東西朝向的 這一邊向著內街獨立屋是東邊 那一邊向著外面 麥當勞士少許是西邊 說起買賣樓 到底是東西還是南北好呢? 多些華人喜歡南北 左北向南 但其實我們說我自己 我是很喜歡東西屋 首先因為我自己家裡住的那間就是東西 我就覺得這邊 因為太陽斜 跟香港不同 香港日頭的太陽可以在正中間 這邊離你位置的問題 其實太陽很多時候是斜 在東邊跟西邊 那些燈光是可以連接的 即是可能早上就東邊 進來好入 太陽去到西斜的時候 又可以進來 我覺得溫哥華始終很熱很熱的日子 不算太多 反而很多是涼沉沉的 那些Sunlight可以進來 我自己是很喜歡很舒服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進入你的波波燈 這個位置是客廳 所以這裡放了一個 好像家庭的沙發 一個轉角位 前面還有一個很大的位置 這裡才是電視機 所以如果你覺得 處理空間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放多一組櫃 或者你家裡有小朋友 可能有一個 孩子的地方可以在這裡玩 還有留下這個 這邊呢 就是做一個Pantry 可以放很多食物 其實剛才去飯廳那裡 留港了 不好意思 這邊還有一個Powder Room Powder Room 都做得算是闊落的 馬桶是那些 敢認識的 即是我進來就自己開了 也是暖的 有些不同的控制 這些是寫中文 真的台灣過來 控肝下身油和 前後左右 洗乾淨很多 OK 城市通常都是木櫃 發展商都說 它是這家木櫃 那我就覺得 很實 真的在那裡跳 即是不會有那種 在木櫃建築的感覺 好像砰砰砰砰砰砰砰 我就覺得它總是會有些細胞 我就會用自己的方法去找 這對 鋼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出風口這些位置 其實是在這個工業的中間 下面這邊 還做了一層水泥 所以它的上下層之間的 聲譜也會做得比較好 起碼在樓上樓下走的時候 不會爆得那麼厲害 燈光方面 很多香港朋友都說 為什麼加拿大這邊的村屋 又好康道又好 這麼暗的呢? 這個發展商是台灣的 可能承載我們亞洲人的思維 看到它做了很多燈 裡面可以做到Volted Ceiling 有一個自己的燈盒 另外客廳也做了很多Volted Ceiling 除了中間的燈盒之外 還有Volted Ceiling 剛才的餐廳也是 光亮度 我覺得比較重要 起碼不用像我老公一樣 在我們家裡拉了很多Volted Ceiling 還有樓梯位一直走上來 它都全部有燈 我們現在就上樓上了 這裡是什麼? 這個空間很深 我們走進去看看 做了一個桌面 兩部洗衣機 然後上面做好了櫃 就是有燈 讓你放毛巾 放洗衣液 可以稍微晃一下 衣服 但空間也是鋪了地磚 也是做平了的 這個是第一間房 最小房的其中一間 櫃裡面 都有些櫃桶 做好了組合地 還有這個感應燈 掛衣服 下面還有LED燈 這間房間也是有燈 上面有一個位置 拆開後 你可以自己買一盞燈 裝在那裡 為什麼不安裝 有時候很多人買一盞房子 回到去都不喜歡原本的棧 最後還是換了它 所以有時候去到 就不安裝給你 就是自己買 這間就當作Furbedroom 小一點 衣櫃也是一樣 這就是另外兩間房間分享的 有浴缸 也有一個浴缸 在上面 兩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採用的瓷磚是很大塊的 由頂到浴缸 這個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窗戶 放東西 讓你放髒衣 乾淨衣 或者分類放毛巾 Master Bedroom 它有自己的露台 也有裝了這些Blackout的Drape 外面的地板 外面的地板 我們後排都已經是獨立 屋多了 這個部份是大部份 而且有自己的屋台 稍後可以上去看看 價位是接近300萬左右 好像對面這一棟建築 也有些小型的城市 沒有屋台 那些是220萬左右 小一點 1300呎 兩房 加個釘 洗手間進來 全部是磚 窗是開不了的 這是純粹採光窗 有浴缸 這邊是入場式的水龍頭 這裡是沒有玻璃的 我其實可以這樣採進去 不要承認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算了 不如 那好吧 要出發 Conquer 那些通常會有東西 再是玻璃 這是空的 然後這一條有燈 有水 它應該是防水的 我相信是防水的 好 好了 這個就是 洗手間的這個位置 它是做了磚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去水位 看看 那個去水位 拉開了 好了 到時 有時頭髮 那些東西擠在這裡 就要清理這裡 好 慢慢下去 可以怎樣用呢 我都明白了 例如說 洗頭水護髮 放了一串 萬一你今天不是洗澡 你洗澡的時候 那你就要出來 再進來這裡拿 它現在通了 就可以把手蓋拿 我覺得是這個設計的原理 好 然後這裡有一個 可以發熱的 浪毛巾架 雙星盤 下面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這個可以放一些牙刷杯 下面也是一樣 櫃也是圓吊的 櫃底也安裝了燈 比較光亮 還有這些清層也容易的 中間的櫃是沒有門的 這裡有門的 還有兩盞燈 黑色 黑色盒挺有型的 下面這裡櫃底也有燈 地面這些磚是比較小 長的那些 就像我們剛才看廚房那些 就是一大塊 很長的 或者很闊的 櫃底也是三吋 包邊的石 然後這邊的櫃也有另外做的包邊 我們上到天海了 其實我們等一下去看那個 project Graven House 它那個condo上面也有天台花園 大家可以得到 你會看到什麼 首先會看到海鳥在你附近飛 然後其實會看到北邊的雪山 喂!那裡是海鷹 它在看著我們 哈哈 對了 這邊向北的 我們其實在Vancouver 向北邊 你會看到一大排雪山 其實那裡就是北邊 然後沒有山那邊就是南邊 東南方有座 Balm Baker 就是很大的 這邊就是西邊 大家看到向那邊 越來越高 後面是南邊 溫西就不像Richmond那樣平原 它有些好像山丘 都有些高點 好像上次我們說的 29階那裡就是一個高點 我們其實比29階 我們現在好像24階 東邊又是另一個景致 但也很開放的 說回這個屋頂 它的屋頂是金屬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金屬板 好像這些全部都是金屬 下面有些外牆就是stucco 地面鋪了磚 我們就去看一下 Greven House 一個condo的project 走到這裡說一說 這個是Furnace的入風位 其實這家屋 那個冷暖器系統 就是通過風管 就是Furnace 整部機器就收在這裡 這個位置揭起 可以換濾 剛才說什麼 我們繼續去Greven House 看看 夏年開始會動工的一個五層 64個unit的一個project 我們來到的門口位 門口進來 有它的衣櫃位 也做了一個好像打斜的擺鞋的位置 除了這裡之外 還有這裡 就是可以放一些拖鞋 它做了兩格 還有一個類似釘的地方 所以整個unit就是三房加釘 釘就是樓下的書房位 在Ground floor 後面這個就是Storage 可以放一些垃圾就集東西 在後面 樓梯底 還有看到一個Water Tank 我們就從Beautys那裡 現在就回到Carrie's 這裡 待會還會帶大家去Carrie's 從附近那些街 去看一下感受一下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Greven House 那個Sell Center 這個project是有一個showroom 但因為它有很多材料 都是由歐洲運過來 因為COVID-19 就有一個延遲 所以現在就能夠看的就是這裡 至於起出來的東西會是怎樣 坦白說就不知道 不過剛才我們都去看了Town House 是它另一個project 大家可能都感受了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建築模特 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現在是什麼情況 這裏就是Carrie's Del 它的座位置會站在這個位置 是正確的地位置 待會出門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邊是45階 北邊 我這條是46階 就是南邊 這裏是West Bolivar 旁邊還有一個East Bolivar 中間大家可以看到這塊這麼漂亮的 是什麼 現在暫時是這樣的 市政府慢慢會把它做完 綠化 甚至會有一些咖啡店 將來大家就會看到 整個project 它就是一個硬化建築 入口會在這邊 整個建築是六層高的 底下這些貿易 其實是佔了兩個樓層的 然後這裏開始是三樓 四樓、五樓、六樓 全部都是Pent House 這些Pent House 大家可以看到它再上 還有一層它的Roof Top Garden 靜一點可能會在我這邊 因為這邊後面是一些內街來的 West Bolivar相對來說多一點車 後面有些露台凸出來 它全部都是做落地玻璃 這個project其實是 發展了一個月左右 整個建築 比較多的是兩房 兩房加釘 那些 我們可以製造兩個Pent House 看看 這兩邊這兩個Pent House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這個 我們先說這個 這個Roof Top 這個Pent House 就差不多是四百多呎 下面它的房間 兩房間 是一千尺 它跟隔離對比 隔離 隔離 是Roof Top 比它大二百尺 六百多呎 但是 Inside Space 就小五十尺 只有九百五十尺 他們的價位 都會有分別 大家都是二百 二百頭 我們就說一下這個Signature Unit 它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因為它的外部空間 是Inside Space的幾倍 差不多兩倍多 裡面的室內面積是一千五百多呎 外面有四千多呎 當然 你說有大塊草在中間 就啞了很多位 這是按市場規定 有些綠化的地方 都是為了建築的美觀 下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 它也是小單位 8百五十尺的兩房 但是 它會享受一個相對比 其他單位來說 一個再方正一點 和大一點的露台 露台的空間 有二百五十尺 室內剛才說了 八百五十尺 就是兩房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桌子 這個主人房套廁 這個另外一間房 這個花園比較大 就比較便宜一點 兩房的價位其實也很多 因為它 depends on 你的單位的流程 以及方向 裡面有沒有多個Flex 有沒有多個Study 由八萬宗 到二百萬的兩房都有 三房的價位當然會更貴 因為它每一個單位大一點 其實大家從這個建築模式外觀 可以看到 其實它很多露台 都是比較靠近 是小一點在裡面的 那些單位的窗 都是落地玻璃窗 而這一邊 向著大街這邊的露台 的尺寸 會是均等一點 標準一點 是來到後面這裡 才會有好像一層一層 梯級 這樣下去 好像有些闊一點 有些窄一點 我們可以看看 這邊它有一些材料櫃 在這裡 樓上這一排 和樓下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色系 給買家去選擇 我們由這邊開始看電影 上面是廚櫃 下面廚櫃櫃桶的兩個色調的組合 然後這裡就是櫃櫃 這隻材料其實在加拿大比較少有 其中一種特性 你現在也有寫 簡直可以在上面切比較多 而不會做些 它物品 是石英 這只是櫃灰埃 這是櫃櫃櫃 它是用硬貨櫃櫃的 像我們去看住房屋的類似 用來天然個層的材質 臺間還有白色 地盤 silver 只有一 billion 然後這兩邊都是iower 長面磁磚和地磚的顏色 它有分的 這就是主人房洗手間的顏色 樓上是淺色 其他第二層用的顏色是另一種顏色 我們現在就出街逛逛 和大家去看看Carrisdale的配套和生活環境 現在停車可以入購物 但住得久 你可以下載Apps叫Pay by phone 用它的號碼53651 當你設定器程序的時候 已經設定了你的使用卡號碼 全部進入了 這是我的車 我現在和老公吃飯 半小時五熊子去 剛才裡面也有說的 如果待會差不多夠時間 譬如說還沒吃完 還有五分鐘或者十分鐘 可以再在Apps那裡加 我們現在在Carrisdale 看到這個蘭州Larming 為什麼會想吃蘭州Larming 很有感情 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和我朋友我們兩個 背包淘寶旅行 背包去了新疆 玩了一個月 新疆那裡就沒什麼選擇的吃東西 基本上餐餐都是蘭州Larming 吃到我朋友想吐 我覺得OK 已經很久沒吃過了 來試一下 好 我們現在已經在Carrisdale 這個位置叫Carrisdale Village 就是41階 再前面大街就是West Bolivar 我們看到這裡有些貨物店 這邊有個很傳統的 有點像Gastham那邊的蒸氣中 這間Starbucks 我記得我常常去之前 來教書的時候 中間有些時間打等 買一杯咖啡 或者買兩個豆乳 那些都會在這裡買的 這條街一直都挺長的 去到前面 West Bolivar 那裡 這個十字路口 這個交叉位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商店 除了銀行之外 還有很多食店 這些買蛋糕的 然後有咖啡店 這些有買衣服的 前面有買一些床上用紋 各種各樣的生活所需 因為我有個伯母 住在附近 她另外租了一個 小小的舊的家庭 在這裡 她住了Carris有二十幾年 她很喜歡 當初我來移民的時候 她跟我說 你一定要住我們這裡 在這邊很方便 不一定要每次住在Richmond 或者是去到Oakridge 或者是Marine Canby那裡 我們這裡下街 全部都是一些小小的店 每間都很漂亮 很骨子 好像這裡是買地毯的 要吃什麼 要買什麼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 這個是越南的Bistro 台灣一方的碎果茶 這裡已經是中式餐廳 我看到什麼馬婆豆腐那些 其實這邊已經是單車勁 也是很多人的跑步勁 好像是城市兩邊 那邊是行車路的中間 有一個區域可以散步 又不用隔離是雙鋪 好像很繁忙 大家看到前面有人踩單車 有人跑步 有時候也會有人放狗 那裡其實已經是Point Grade的中學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走過去 來到那個中學 Point Grade 學校那座建築就在後面 這邊大家看到就是一個他們的操場 或者是大草地這樣 感覺很舒服 草都好像很漂亮 是吧 我在香港就讀培政的 我記得是我讀小學中學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建築的 如果現在大家在培政上 就看到中學堡塞滿了很多大廈 其實以前我記得一看進去 是很開揚 有一點好像這裡這樣 一大塊地 跟著斜路上去 後面才有建築 不過現在可能去到很多建築 那就 越來越多建築 建築到逼一逼 和這裡很不同的感覺 謝謝 PROFESSOR żyidé 謝謝 謝謝 謝謝